406原住民 首先我们先行开档作业说明确定 依据作答须知提示我们必须先行启动之一档案内容 好,在此建议各位透过检视先行多页式浏览 游标停住在第二页的段落标题前 好,首先第一题 在第二页的段落位置处 游标只要任意处点选 那么会自动截取段落首行的位置 插入知恶档案内容 插入物件文字档 指定锡词列记下的原始路径 知恶的档案内容插入 接续透过常用功能选择样式 样式管理作业中汇入汇出 右侧先行关闭 重新启动之三的档案内容 改选所有档案的类型之三 点选原住民复制 完成后行关闭 并且点选蓝色文字位置处 透过选取下的选取所有类似的文字 套用原住民样式 再次以原住民样式处点选右键行修改 格式段落 分行与分页设定中选择段落前分页确定 再次确定 拿右侧面板先行关闭 第二题 版面配置进入版面设定 选择左右边界为1.5公分 单面双页 并且套用至整份文件 由版面配置进入选择第一页不同 页尾距页远距离1公分确定 编辑页尾资讯 我们以页二为例 快点左两下页尾处 放大编辑 在左侧加入标题内容 透过插入功能选择快速组件 功能变数 找寻style reference 指定原住民标题 确定 右侧要行插入即为页码的设置 限定由目前位置指定 纯数字 选取整个表格 自行格式设定10点 常用 10 完成作业后 于页尾外侧快点左两下 结束页尾模式 第四题 在第一页的浅黄色位置处先行定点 由参考资料位置选择目录下的自定目录 选项作业中原住民样式指定显示第一阶层文字 修改作业中再次行修改作业 好 题目要求为标凯体的字体 20点 出体设定 完成作业后行确定 再次确定 请注意页码靠右对齐行关闭 最后确定 存档评分 解题完毕 解题完毕 这里美丽的 可 解题完毕